一億武漢肺炎疫情 餐飲業在營運上做了 調整加強外帶外送的服務 就連米其林的摘心餐廳也加入了 但是有別於一般的飯店便當外帶 米其林餐廳主打的是 和菜或是單點優惠 下沙七折 而且滿額免運費 為了避免與陌生人群聚的可能性 防疫行動從吃開始 用餐時刻許多人就像這樣 選擇將餐點帶回辦公室享用 不過打開一個個外賣餐盒 這澎湃的餐點 可是米其林餐廳的別緻功夫菜 全用野生切兩重烏魚子 加上干貝 鮮蝦眾多配料 炒出粒粒分明的烏魚子海鮮炒飯 點心之王蝦餃考驗師傅功夫 按板用刀背拍出小圓皮 包入新鮮大蝦 細細密密捏出十二折 是神級口感的秘訣 還有百花油條腸粉 有別於一般做法以油條入菜 而是選擇用越南網衣包入蝦米內餡 一塊油炸 抓緊時間包覆在柔滑腸粉裡 花了超過十六小時才熬成的老火白菜干粒湯 都是大老闆們的心頭號 裡面就是有小排 龍骨 刺肉 雞腳 然後跟所要的 像這個就是梅干菜 好這些東西 就現在加十公斤的水下去 蒸了大概十六個小時之後 然後用大火再滾三個小時 再放一個新鮮的料下去 再煮一個小時 那用兩倍的料去拿出這個濃郁的湯 那大概就是一公斤的水 起兩公斤的湯 一飯一湯再搭配兩道港點 外帶價格下沙七折 用料工夫可是沒有打折 外帶的量就需求蠻多的 想要特別推出一下這個方案 來回顧一下消費者打個七折 可是我們的用料都是一樣 就是蒸材料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些在辦公室大樓 不想出門的 他們也會打另外來預約 所以為了餐點完美狀態呈現 很多米經營餐廳 是不提供外帶的服務的 不過現在受到 疫情衝擊影響 除了剛剛看到的 粵菜米其林餐廳之外呢 也有摘新的台菜餐廳 推出下沙破七折的外帶服務 以經典菜做主打 澎湃大拼盤 色澤繽紛 各有各味 招牌炒米粉以澎湖日曬章魚乾 蝦米 端木香菇還有蔬菜炒到軟化 加入比例精準的高湯蝦米拌炒 即使沒有疫情衝擊 許多人也會到米其林摘新餐廳外帶這兩樣 比較經典的一些菜色 像比如說我們的拼盤啊 然後裡面有甘蔗薰雞啊 香腸啊 三色彈中捲 人生豬心 然後還有炒米粉 這也是很多人喜歡的 那最後還有一個 跟別人比較不太一樣的話 就是那個杏仁豆腐 外帶套餐菜色精挑細選 搭上防疫蜂巢 將客家福菜包入雞丁變成小福袋 放入成年老菜補熬煮 是傳統的養肺食材 就連甜點也整套幫客人配好 以戶費的杏仁做杏仁豆腐 平均的話大概會有五到十組的客人 會來訂這個套餐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外帶的品項 它會再添加進去 過年後到三月 一個傳統式餐廳飯器 受到疫情衝擊 飯器業績還掉了三成 就連米其林餐廳也受衝擊 業者拼職寫推外帶優惠 還滿額免運費開拓新客員 是填補一些就是 原本失去的那一些客員 會吸引到部分的客人 然後再回流回來餐廳用餐 疫情影響改變民眾的用餐習慣 就連米其林餐廳 也趁勢加入外帶市場 讓民眾有機會不用再提前定位排隊 也能追星 一場頂級美會 記者 沈鋒米張浩帆 台北報導